在洛阳掩饰市近郊的东大郊村 有一个不大的小院 小院位于两户人家之间 跨度不过五米 不适合居住 也不适合办公 但是村民李良杰十年如一日 每天都像伺候自己宝贝孙女一样 把小院看护得整洁干净 生怕愧对 全村人的托付 这个小院由东大郊村的村民们 专门集资修建 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一尊巨大的石碑 数十年前的动乱年代 为了避免这座石碑免遭破坏 东大郊村的村民们肩扛生拉 把它从荒郊野外拉回到村中 这座石碑也并不是东大郊村村民们主想的宝物 它的名字叫做碧雍碑 距今已有1700多年 它不但铭刻了一座古城的酒人记忆 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远远不堪 公元493年的秋季 北威帝国三十万大军苦受韩风冷遇的折磨 然而帝国的皇帝拓跋宏 却是无比的经义和执行 拒不收回继续南征的号令 下着大雨 等来到罗粮以后 继续要坚决 无无大振 说你这不甘再牵减了 而事实上 百官的图谱哀求 恰恰是拓跋宏想要的效果 他要强迫群臣同意 把帝国的都城迁到此地 当时在宣美族内部里面好多都是反对 幽灵人不愿意前过来 尤其是他的儿子 最反对 当时北威帝国已经统一的中国北威 领估在史称平成的山西省大同市 大同西米黄河 东处花卫 北控沙漠 南下中原 自古就是兵家并争之地 而更为重要的是大同四季分离 不但适合从事鲜卑族传统的放牧狩猎 也可以享受到农耕生产带来的富足 鲜卑贵族们对此感到十分满足 然而帝国的皇帝拓跋宏却不这样想 为了达到千多的目的 不仅万五百官和三十万北魁将士受性的折磨 甚至逆过的牌子还付出了血的代价 而无效问题 对这种犯罪实力 犯罪胜利啊 坚决采取打击这压力手段 他就把他的态子就是打死了 说明他的干话这个政策态度非常坚决 洛阳 一千五百多年前 就是这座城市诱惑了北魏帝王拓跋宏 特姆斯 美国人 他之所以来到洛阳 是受到了中国的古老文化的诱惑 三年前 特姆斯专门找了一份教授英文的工作 定居在了洛阳 工作之余 他喜欢结交朋友 网骨探忧 而这天他和朋友们相约 要去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 据史书记载 北魏皇帝拓跋宏 与当时很多还迷恋于游猎生活的 鲜卑贵族不同 他从小就在祖母冯太后的抚育下 接受了中原文化 夏文帝 他这样 他这个祖母 是个汉族人 是个书香之家 一个汉族人 很懂得汉族话 从小给他这样汉话教育 或许是对祖母 有着心理上的亲近 也或许是从那时起 拓跋宏就迷恋上了中原文化 后来他登基亲政 就把北魏皇族的姓氏 由拓跋宏改为了汉姓的园 愿有四的意思 开四的意思 它改为愿性啊 就是他们 通知中国 开始了一个新的理事 他的一部分人 进入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了 并且模仿着中原的生活方式 在这儿洛吉 在这儿埋葬 然后学的文质彬彬 已经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显卑人了 特姆斯和朋友们这天游访的是一座名叫龙马富途寺的道观 寺中的道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相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拓跋红想在帝国内推广中原文化 又有什么必要不惜杀害太子 也要迁都洛阳呢 就在拓跋红迁都洛阳三十四年后 一个叫杨怨之的官员入朝觐见 亲眼目睹了当年洛阳城的繁华 根据他在洛阳嘉兰记中的记载核算 当时洛阳城的占地面积有一百多平凡公里 居住了至少六十万人 虽然这样的数字和今天的洛阳无法违拟 只相当于洛阳市区的五分之温 但是在一千五百多年前 这却是一个惊人的记录 洛阳嘉兰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都城之一 超过了西汉洛阳城 也超过了西汉畅安城和西汉洛阳城这个规模 也超过后来北京城 明星北京城这个规模 离开今天的洛阳市中心 向东行进十五千米 有一座比拓跋红生活的年代 还要古老四百多年的古叉 白马寺 白马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寺庙 有佛教祖庭的美誉 至今香火兴亡 迦兰的本意就是佛家寺院 杨炫之在洛阳迦兰记中记载说 白马寺就位于京师洛阳以西三里 1962年 依照洛阳迦兰记的记载 考古工作者轻易就找到了这段残破的城墙 在这里展开的考古发掘正是 这座古城确实如杨炫之所说 极为庞大 是古代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都城 然而你看的是 古城之中的一切早已经一位平地 考古发掘 又能找到怎样的线索和证据 以破解拓拔洪迁都之谜 他最敬爱的祖母 他来到洛阳以后也是跟东西线记住一样 所以在古阳洞里面线 做一个抚像 来记住他的祖母 杨炫之在洛阳嘉兰记中曾经这样描述 北魏迁都洛阳后 佛教越发兴盛 王后贵族关身逃墙 施舍财物 就像脱掉旧鞋子 倚弃自己的影子一样毫无练习 仅洛阳一处 寺庙就有过去的42座 聚增到了1367座 可见帝国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 不过有关学者研究认为 北魏统治者的前心向佛虽为事实 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单纯 就在北魏时期 他听说这种观点就是说 我拜佛实际上是拜皇帝 就说皇帝就是佛 如果这个观点成立 那么在今天的龙门石窟 人们还可以见到拓跋红的样貌 冰阳三度是北魏皇室 捐给拓跋红和他的皇后高氏 以及继任者宣武帝的功德 现世佛祖无疑也是帝王最喜欢的名号 他会让云云众生从思想上沉浮于自己 那么追求王权的稳固 会不会是拓跋红迁都洛阳的真正原因呢 在北魏都城一致 考古学家们发现 事实上这座古城诞生的年代 要比拓跋红千多洛阳早至少一千两百年 它营建于西州末年 而早在东汉时代 这座古城就已经成为王朝的都城 此后曹魏和西晋两代继续建都于此 他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汉魏故城 他实际上为了正统自居呢 他都需要把自己 就说装扮成一个中原的正统王朝自居 这样怎么办呢 首先他要地方我是在你这个都城里面 为了进一步招式王朝的正统 拓跋红还引用了魏晋王朝的全部宫殿 因为在中国都城的规划和宫殿的形制 具有象征最高统治权的意义 而十分有趣的是 正是由于拓跋红这一次的宫殿修复 竟然让考古学家们看到了后来北京紫禁城的源头 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宫殿礼制的一次重要变革 我们看到明清的北京故宫 和我们在早期都城里面 它是不太一样的 和汉长安城和东汉的洛阳城 这种格局是不同的 汉长安城它是有长乐宫 卫阳宫 还有贵宫 北宫 它是一种多宫的一种形制 它什么时候形成这种单一工程和轴线 原格对称这种格局呢 实际上从文献资料来考证呢 实际上在文献资料时期已经出现这种现象 今天考古学家已经发觉修复了长河门的机制 这个城门相当于北京城内的前门 从这个门向北便进入了汉卫故城的工厂 工厂内最高大的殿堂叫做太极殿 相当于北京紫禁城内的太和殿 而南出昌河门是一条宽达42米的笔直大道 两侧分布着各级官府衙门 这条大道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前门大街 但是它却有一个西域风格的名字 童陀佛大街 一千五百多年后 考古学家从汉卫故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很多文物 在这些文物中一些眼窝深陷 鼻梁凸凸起的陶人像颇为引人注目 如今他们是丝绸之路 在魏晋时代重新畅通的见证 据历史记载 在北魏时代 洛阳城内竟然有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常住商户 一万多家 在这个汉卫城的城南建了一个四通市 有四一礼 四一坊 实际上就是安置四方来的贸易的人员 他有个居住在这里做贸易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如此繁荣的古代中国第一大都城 却是昙花一现 公元五百二十八年 洛阳城中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 北魏帝国迅速优胜转衰 近几年来 仅凭这一座碧庸碑 东大交村就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不少游客 而石碑的守护者李良杰 也因此成为了村中最有见识的一位 昨天来自日本 日本历史科上有中国的西晋的研究专家 有这碑上碑吻 他也看到我这碑吻 我见过真实的碑 所以他来见到这他非常高兴 碧庸碑事实上记载的是西晋时代晋武帝司马延 在前后四年间三次视察儒家最高学府 碑庸的事迹 考察学生得行 通义 并行赏鼓励 碑中科有当时在碑庸工作学习的官员 教师以及学员的俊级姓名 他们的一些职位名称 我们今天还在使用 如博士 教授 助教等 而碑中内容表明 当时在碑庸研究学习的教师学员 多达四百多人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还有十多位学员 从遥远的西域到此学习 可见西晋时代对文化传播的重视 他对很多事情的研究都有价值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太学教育传统 对这个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个 对于当时的教学人员和学生的构成 也有参考价值 对于了解中国的当时的教育体系 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除了碑庸碑 在东大郊村附近 人们还可以找到东汉时代的灵台遗址 这曾经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建筑 上下三层没有屋底 因为它的功能是观测天象 大名鼎鼎的东汉科学家张恒 就曾经在灵台工作 自东汉到西晋时代 在汉魏故城的正南三公里处 一直存在有四个机构 灵台 明堂 碧庸 和国子学堂 他们组成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中心 虽然北魏皇帝拓跋洪也致力于推广中原文化 但是与前朝帝王相比 他显然对教育重视不高 顶图洛阳后 他的目标便转向了南征 他的继任者宣武帝袁克 倒是一度下令振兴教育 只是执政十年一无所长 先被贵族子弟的学业荒废 让袁克自己都深感惭愧 魏小文帝死了以后 他留着魏宣武帝继承皇位 魏小文帝魏宣武帝年龄都很年轻 这两位有作为的政治家 他们的根基并没有大牢 与此同时快速的财富积累 也让北魏统治者们陷入了贪污腐化 和争权夺利的泥潭 强大的北魏帝国即将走向毁灭 只待一个人的诸线给他最后一记 公元516年 太极殿迎来了他第三位主人 年仅六岁的袁曲 不过真正掌权的却是他的母后 胡冲华 胡太后 这是一位幸运的女人 她是北魏历史上第一位 没有因为紫贵母死政策而被赐死后悲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 膨胀的野心终将使她担负起毁灭北魏帝国的罪名 公元528年后 宁满18岁的孝明帝力求亲政 斜迫幕后娇权 不想胡太后竟然与亲信密谋 毒死了自己亲生的儿子 孝明帝之死引发了北魏帝国的动乱 如今保存在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方墓制 证实了这次动乱的发生 墓主人名叫袁绍 他死于秦王军队的屠杀 而当时与他一起被杀害的北魏红武大臣 竟有两千多人 北魏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虽然北魏帝国最终覆灭了 但是拓跋洪迁都洛阳和所实施的改革 却是开启了中国南北方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序幕 中华民族在它的逐渐的融合过程中 实际上它是融合了很多民族在中国这个土地上 然后形成了越来越凝聚率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实体 洛阳因为受益于拓跋洪所开创的南北大融合 又一次激滨下来文明的厚度 捍卫故城中的历史和精神 如今还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六十多岁的李良杰已经复闲 唯有的工作便是守护好这尊石碑 而对于他和村中的乡亲们来说 他们守护的或许不只是历史 还有对祖先对乡土的那份情感 大唐时代武则天力排众议 将王朝标志性的礼仪建筑明堂建到了洛阳 而且这座明堂建筑竟然违反自古以来的理智要求 武则天在他通向权力顶峰的路上表现出非同凡响的魅力 敬请收看纪录片《帝都泱泱》第六集 缔造神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